就在昨日 月华和王一博又爆雷了 先是月华娱乐股价暴跌了近80% 一整个半死不活 并入高荒的状态 随后月华老板杜华 被发现卸任了多家子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 这让吃瓜群众忍不住猜想起来 好奇月华十有八九是出大事了 要么是旗下一人爆大雷了 要么就是公司内部出大事了 知情股东他被套牢 所以连夜抛售大额股份便先跑路 然后吧 没多久 就有几个踩进圈子的博主挑出来爆料了 说是W新艺人嫖娼被抓 这才导致月华跟着出事 而月华旗下的W新艺人属王一博最出名 so一来二去的 王一博嫖娼被抓一事 在圈子里流传 发酵开来了 不过目前月华已经辟谣了这一系列的消息 知回应说 公司一切经营正常 股价下跌是因为今年业务减少了 可讲真 这明显就是晚增的话术 要知道正常业务减少的情况下 股价是会呈现出一个缓慢下坡的走势的 绝不可能是腰斩 一下子跌了80%这么夸张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月华内部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 而月华作为名副其实的一款王一博概念股 当初就是靠着王一博一个人硬扛 实现了上市梦的 现在公司股价出现这么大的变动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公司内部和高层爆雷了 二呢 有极大可能就是作为公司灵魂人物的 王一博出什么事了 这个是呢 按照娱乐圈常规流程 不是应验在女色上头 就是体现在水屋上头 反正后面咱们就坐等吃一个 来自顶流的瓜吧 没想到瓜没等到 杨幂这边先给了网友们一个报警 最近 杨氏龙年春晚迎来第一次大彩排 朝30位明星现身央视大楼 其中杨幂的关注度超高 作为把五花的代表 杨幂今年也是事业丰收的一年 不知他在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已经备受期待了 和其余明星不同的是 杨幂录制的时间很长 直到天黑杨幂才彩排下班 现场有众多粉丝及待拍等待着 杨幂带装一出央视大楼 便被围堵上来 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 人气超高 然而就在杨幂准备上车离开时 意外突然发生了 一陌生男子伸出手 去摸了杨幂的头 对于对方的举动 杨幂只能很有礼貌 说了一句 别摸我的头 谢谢 对于对方不礼貌的行为 杨幂表现得非常客气 不过从她的眼神中 仍能感受到她的惊恐 瞪着眼睛狠狠看了对方一眼 眼神非常犀利 想来杨幂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 给吓到了 被对方摸头后 杨幂还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 也一直回头看 想必是担心对方会再次乱摸 嘴里还说了好几遍 别摸我头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该男子的手 在杨幂的头上停留的时间挺长 应该是刻意为之 其实想想也蛮可怕的 不管是艺人还是普通女生 如果走在路上被陌生异性摸头 这不就是骚扰吗 杨幂已经很有礼貌了 被摸头也只是说了别摸我头 换成别的女生 恐怕会骂她了吧 确实太没分寸感 对于杨幂被异性摸头一事 不少网友热议纷纷 有网友表示明星也不容易 被别人嫌猪手也不能还手 换她的话早就给大耳光了 还有网友表示 要理智追星 保持分寸感 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永远遇不到恶意闲猪手 有网友还提议 坚决抵制这种闲猪手冒犯骚扰行为 也建议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万一不幸遇到了这种冒犯行为 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合适的处理方式捍卫自己 确实应该如此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被异性摸头骚扰确实挺窒息的 另外有粉丝建议杨幂外出活动的时候 应该加强安保工作 万一遇到心怀不轨的人 采取极端行为 后果不堪设想 去陌生人多集聚的场合 还要有保镖 保证杨幂的人身安全 但有一说一 杨幂确实喜欢和男艺人打打闹闹 身上也有个挨聊汉的标签 但他本人怎么样 都不意味着一个陌生男人 可以在公众场合对他动手动脚 行性骚扰之时 这一波杨幂属实是有点冤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时报搜之后 除了粉丝在维权汉话 要求工作室配安保 保护好杨幂以外 不少网友却以看戏的态度 指责其活该 甚至翻出过往种种 列出始终罪 称他对待男艺人就没有边界感的聊汉 对待女艺人就是冷落几对家挑衅 甚至奚落他 难怪没有长久的朋友 被批到如此凉薄 杨幂究竟冤不冤 一场活动全打三人 也就杨幂干得出了 前不久在上海的一场时尚盛典 来的艺人并不多 但杨幂依旧是最有话题性的一个 同时一场活动 碰上了自己的老姐妹刘诗诗 杨幂自然是要亲密交流一波的 两人那场活动坐在一起 全程说小话不停 聊得那叫一个开心 还对着镜头 双手笔烟合照留念 但尴尬的是 杨幂的另一侧做的是前辈孙丽 而杨幂全程都没怎么理会孙丽 并将身子倾斜到刘诗诗这一边 备受冷落的孙丽 让人瞧出了有一丝尴尬 如果是往日也还好 偏偏当时孙丽许久不出来露面 状态并不是很好 被吐槽浮众变老 狗鹤纵横能被杨幂这样看人下菜碟 房间也就刮起了一丝孙丽过气的议论 孙丽这边也就是被冷落的普通同事 但昔日的好姐妹唐嫣 才真是真是被她背刺了一把 这场活动的当天 是热播剧反话的收官知识 作为在戏里有突出表现的唐嫣 凭着这部付出三年的历作 终于挽回了观众对其演技的判断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意味着从此开始了顺利的转型 所以唐嫣在这天发了自己和王家卫的合照 刚好是她杀青的最后一场戏 整个人哭到全脸都肿了 原本能获得全网关注的高热度的 但婉转流量密码的杨幂 凭着和刘诗诗的捆绑 就抢占了前几位的热搜词条 这又怎么不算不留余地呢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场活动杨幂还内涵了张子怡一把 红坦图出来后 杨幂团队营销了一个话题 泼墨庄 泼墨词一出就被热议了 很多人猜测 她这一波估计是在内涵张子怡 就是重提当年的泼墨门事件 毕竟两人最近在拍将圆龙 虽说明面上是杨幂和赵丽颖的竞争 两人为了翻位戏份名争暗夺 但说到底她俩都是配角 主场是张子怡的 戏份也好 角色人设也罢 甚至是装造等等各方面 自然都是被打压了的 就为衬托张子怡这一朵红花 又何况赵丽颖 李冰冰 黄小明这些人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而张子怡更是在明面上 就是跟黄小明 李冰冰算是一伙的 可想而知 赵丽颖在将园里从客串变女配 从女配到可以压翻杨幂的女配 张子怡方面自然有她的考量的立场 即便姚蜜不是凑巧 而是真内涵 也是事出有因 这样一看 姚蜜现今的勇者做派 还真和当初的处处室友 有了很大不同 毕竟娱乐圈太现实了 并且这几天热闹的微博之夜 刚刚落幕 对比去年 姚蜜当下的境遇真是危机重重 出了第一排 混到资本级别的大佬 当红炸子鸡们全都坐在第二排 而第二排的C位的稳坐胡歌 左右手边分别是 今年有两部热播剧的刘诗诗和唐嫣 姚蜜则只能挨着自己的老同学 张小斐和朱一龙 两位都在电影圈 有着不错的票房成绩 做他俩中间姚蜜也不亏 回想前一年 姚蜜的做次还能来个先见大合体 勾起一波回一杀 今年却依然没有做到中间的资格了 互赠礼物的环节更是尴尬 主办方也是懂得流量密码的 还搞出个词条 杨蜜拿到唐嫣的礼物了吗 知道大家都想看他俩世纪大和解 但两人虽然在同场活动上碰面 却没有同框一次 更没有面对面的任何交流 明显不是要和解的架势 还要搞这么个词条 平天尴尬 后续更是被唐嫣收到于书新礼物的词条 该了过去 显然人家不想和杨蜜扯上关系 而杨蜜身边的闺蜜 真是患得不要太勤 当年和刘诗诗毕业后 和唐嫣要好了 和唐嫣毕业后 又和刘诗诗复合了 就连去年坐在他身边的好闺蜜 都还是杨蜜 今年没法露面了 又和老同学张小斐大聊特聊了 这好姐妹的更迭 堪称娱乐圈红人指向标 而镜头捕捉到的一幕 又让杨蜜缠上是非 即便是镜头对着 在杨蜜上台之时 先是摸了王家尔的帽子 然后又绕路巴拉雷加音了一下 打了一下大头 这一系列亲密的小动作 放在异性朋友身上 还真是难评 尽管粉丝都以玩笑 去应对杨蜜的小动作 说他是一人社交 但还是让有些网友 翻出了杨蜜对异性聊汉 没分寸的过往 不管是年上大叔 还是年下鲜肉 都能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在明日之子做到诗时 杨蜜站经常随手拿起 华晨宇衣服上的带子玩弄 完全没有任何顾忌 在参加综艺真正男子汉 他也能撩动班长 还给他取外号为小巍巍 一向严格不够言笑的新兵班长 瞬间脸红 和黄轩合作排情爱的翻译官 会在黄轩不经意间戳一下他的腰部 或者将冰冷的手放在对方的口袋 这小动作真是拿捏住了 甚至连曾志伟 他也能撩得动 在两人同场录制综艺时 杨蜜进现自己的小女生姿态 大笑着将自己的头 靠到了对方肩膀上 或许是这些浅因种下的苦果 这次杨蜜被摸头 却没多少看客同情他 还真是悲凉 虽然杨蜜确实喜欢 和男一人打打闹闹 身上也有个爱聊汉的标签 但他本人怎么样 都不意味着一个陌生男人 可以在公众场合 对他动手动脚 行性骚扰之时 郑主风 粉丝更疯 只能说娱乐圈是真魔话